张楚兰夺过宝姐的剑,宝姐还有点恋恋不舍,张楚兰解释,宝姐,这个得还,宝姐答应了,不远处的小兵赶紧跑过来,我的剑,华金那剑王没有说话,也没有说什么,那僧王一直看着贝斯迪亚,贝斯迪亚强撑住地面,将抓紧肉里的手给收了回来,贝斯迪亚笑了,这具身体,我已经没有资格破坏,我没有资格支配, 对,那时我就像树许诺了,一切尽归于您,贝斯迪亚此时就像是被打了兴奋剂一样,一切尽归于您啊,我的王,见到这副模样的贝斯迪亚,华金那深感自责,那僧王想说什么,又想了一下,一只手搭在贝斯迪亚的肩上,辛苦了,贝斯迪亚,然而,下一秒,贝斯迪亚忽然就睁大了眼睛,吐出不明液体,整个人如同是虚脱了一般, 血管清晰可见,见到贝斯迪亚突然发病,那僧王问华金那,天国的副作用这么大吗?华金那支支吾吾,这不是天国的影响,剑手下受伤,那僧王叫华金那把贝斯迪亚带走,华金那动作十分迅速,开启神威,带着贝斯迪亚就溜之大吉了,华金那将贝斯迪亚带回基地, 这到底是,此时此刻的贝斯迪亚就像是变异了一样,身体发生着突变,对于这件事,张楚兰深感自责,王,实在抱歉,我们也不想导成这样,我们只是想,那僧王示意他们不要继续说下去吗?只要你们想,就可以在我们的家园里做任何事。 张楚兰解释道,我不是这个意思,我们和贝斯摩斯那些人不一样,不一样吗?那僧王看向了天空的无人机,有什么不一样,你们的动作甚至比贝斯摩斯还要快? 无人机继续广播,那僧王也不想跟他们废话,不用试图博取我的好感。相信我,如果被斯迪亚放手去做,你们之中的某些人,甚至你们全部,都没法活着站在我面前了。 神灵啊,也辛苦你们了,回到你们的岗位吧。 小兵照做,那僧王辈对着李慕璇,我不想杀掉他们,但我也不希望他们接近王城。 李慕璇,这些麻烦是你给那僧带来的,你自己解决吧。 那僧王走后,李慕璇看向刺眼的天空,该来的还是来了。 出于敬意,陆林叫了生理前辈,李慕璇瞥了陆林一眼,找我的就是你们两个吧。 陆家的小东西,老东西还没死呢。 李慕璇所说的这个老东西,自然指的是陆姐。 陆林回到,李明硬朗。 李慕璇试探性地问了一句,他们来这里的目的,想给他找场子。 陆林知道自己的分量,我们可不配。 李慕璇悬着的一颗心,终于放了下来,还以为他们是来报仇来的。 李慕璇继续问道,那是什么? 陆林摊牌,直接说出目的,我们想知道当年三一门的事。 李慕璇不愿意提起当年的往事,叫陆林回去问他们的老东西去。 那是太爷的心病,跟谁也没提过。 李慕璇有点伤感,感叹了一句,伤得挺深啊。 陆林龙继续说道,所以,我们还想请您跟我们回去一趟,给太爷疗伤。 听到这话,李慕璇忍不住笑了,你们知道吗? 我和那老东西,要是碰到了,只能活一个。 陆家的小孩,真孝顺。 想过,太爷打死你消了气,那最好,太爷万一打不过你,那我们陆家人就一起上。 到时候可就不管太爷乐不乐意了。 李慕璇感叹了一句,还挺周全。 可你们凭什么让我跟你们回去呢? 小只以礼,动之以情。 李慕璇的脸忽然就沉了下来,不管用呢。 陆林握紧拳头,扶之以拳。 下一秒,陆林就被李慕璇掐住了脖子,就凭你们。 我现在就扭断你小子的脖子,我看你怎么以拳扶我。 见大表哥有难,张楚兰和宝姐也没有出手的意思。 陆玲龙反而叫嚣道,李前辈,不用吓唬我们。 前辈,要伤我们的话,再及时又何必救我? 你们全信可不是什么急功好义的人了。 陆玲也不信李慕璇会杀了自己,复盘了整个事情之后。 我觉得,您就是因为看到我施展一生三重,才出手帮我们的。 陆玲龙继续添油加醋,手指向张楚兰。 您呢,算了吧? 您现在掐住那小子的脖子都比抓我哥哥效果好。 万一我们心疼那小子,被您吓住了吗? 李慕璇松开了手,冷哼了一声,不谈和老东西的恩怨。 你们陆家人还真挺对我脾气的。 直来直去,真他妈痛快。 哎呀,看来我要不答应你们,你们是打算和我耗上了。 李慕璇转过身,竖起一根手指。 好,给你们机会。 答应我一件事,我就跟你们回去。 陆玲见有希望了,敢忙问什么事。 李慕璇回道,跟我一起,保卫那森岛。 看来想要知道三一门的事情,只能等到那森片结束了。 距离那森片结束,估计还有个几十话的内容。 按照这个进度的话,估计明年才能看到三一门的真相。 好了,本期视频到这里也就结束了。 喜欢的朋友欢迎关注转发收藏加点赞,我们下期再见。